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一種樂器是這個 這個樂器叫做巴洛克小號 也可以叫做自然小號 Nature Trumpet 那這個樂器呢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只有開口 它沒有按鍵 它沒有一般小號的那個Piston 那是用嘴唇的鬆緊來控制音高的樂器 那這個樂器可以演奏的音呢是自然翻譯鍊裡面的音 也就是我們國中樂理課時候學的翻譯鍊 一一五一三五降七一二三四五六降七還原七一 那演奏出來是這個樣子 那用這些音呢就可以來演奏曲折像是這個 OK 剛剛可以聽到最後的半音階 所以巴洛克小號是沒有辦法演奏的 那這個樂器呢其實是一種仿古樂器 怎麼說呢 這個樂器是在二十世紀中被發明的 那是用來模仿十六世紀 那個時候 按鍵還沒有被發明的自然小號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樂器它的管徑 比一般小號來的長 那它的喇叭口 比一般小號來的小 演奏出來的聲音是比較溫潤的 那是用來演奏巴洛克時期的小號作品 嗯 我在德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教授安娜霏eman女士 她是演奏巴洛克小號的專家 那她在1991年錄製的那張專輯 我覺得是最棒的一張巴洛克小號演奏專輯 技巧太驚人了 嗯 喜歡鼓樂的朋友可以搜尋 安娜霏eman 巴洛克 那我自己在演奏這個樂器的感覺是 演奏這個樂器要非常的轉型 嗯 與其說是用嘴唇來控制音高 那倒不如說是用頭腦 是用音感 是用很強烈的意志 來控制音高來演奏的樂器 所以我覺得這個樂器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樂器 那 最後呢 我就用這個樂器來演奏一小段 巴洛克時期的小號音樂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